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也会记得 红笋的成长过程充满了艰辛和各种意外 在大自然这样的生存环境里 弱者总是会被淘汰 因此一窝红笋幼鸟总会有一两个被自己的亲兄弟给淘汰掉 也会因此而丧命 但是幸运的是 这些小家伙没有一个被抛弃被放弃 他们都安稳地长大 也都安稳地活到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这让小爱也感觉到心头一暖 但是 在大自然中存活下来只是开始 他们如何更好的生存才是问题的关键 好在他们现在看起来都非常的健康 对于树洞外面的世界也越发的好奇 他们会来到洞口眺望远处的景色 翅膀的羽毛发育的也很好 相信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翱翔蓝天 但在此之前还需要多多练习 可能是他们的家比较隐蔽 所以安全情况也更加有保障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这几个小家伙更多的时间是相拥在一起的 他们的父母并没有一直守护在他们的身边 只是每次带回食物的时候 将食物撕碎 然后均匀分配给每一个小家伙后 又会立马离开 寻找新的猎物 而到了后面几个小家伙又长大一点后 更是会直接丢下食物 然后离开 一点都不担心这几个小家伙会不会遇到天敌来袭 如果真的被天敌偷了家 那后果绝对是不堪设想的 但小爱觉得还是会有另一种可能 那就是这几个小家伙遇到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否则母亲是绝对会一直守护在他们的身边 直到他们可以彻底掌控飞行 并且能够具备捕食能力的 但这一切都只是幻想 现实很显然非常的残酷 现在的他们甚至都没有亲人来教会他们飞行 树洞内的空间显得有点拥挤 几个小家伙虽然还没有长大 但是如果全部彻底展开翅膀 那么这么小的一个树洞 空间是根本不够用的 以前为了隐蔽而选择了这里 现在反而成了限制生长的累赘 看样子他们需要合理安排练习时间了 好在小红笋们现在已经长大 不需要父母24小时的守护 红笋父母只会定期地送来食物 并短暂地停留片刻 用餐时间是小红笋们最开心的时候 让人开心的一件事事 由于这几个小家伙在成长过程中一直都很顺利 也一直都有食物给他们填饱肚子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从来都没有做过去争抢自己亲兄弟嘴巴里的食物 他们总是会保证每个兄弟姐妹都有得吃 这就没有让他们陷入被淘汰的风险 但话又说回来 现在这六个小家伙的饭量已经变大了不少 因此所需要的食物显然不会太少 红笋妈妈并不能保证他们每天都能吃饱 所以只能每次回来放下食物 就立马飞走去寻找新的猎物了 甚至都没有一刻的休息 为人父母所付出的真的太多了 但即使再累他们也没有任何怨言 对于自己的孩子们 他们总是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就算是生命也在所不惜 几个小红笋们也希望自己能快点学会飞行 为了早日能够独立 也为了能够分担一点母亲的压力 他们更加勤奋地练习着拍打翅膀 甚至还开始摸索狩猎的技术 并且对于树洞外面的世界也更加向往 现在他们每天都花了大量的时间待在洞口 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准备好 遇到糟糕的天气 小红笋们只能待在树洞里 大家挤在一起 既温暖而又不会寂寞 很快小家伙们满月了 身上的羽毛也更加的浓密了 一开始灰白色的绒毛已经全部褪去 新长出棕色的羽毛覆盖了全身 现在的他们已经长得和妈妈很像了 相信很快就会有第一只红笋离开洞口 从而开启自己崭新的人生 月亮升起 小红笋们挤在一起安心地入睡 天一亮 老大开始跃跃欲试 他不停地拍打着翅膀准备起飞 一旁看热闹的兄弟姐妹被波及到 老大的翅膀打得他不停地点头 看起来多少有点喜感和温馨 这第一步他已经准备好了 他轻松一跃跳到了树洞的上方 并开始慢慢探索大树的分支 这是一个起飞的必要过程 今天的风也甚是喧嚣 如果老大张开翅膀 相信不用太费力 就能乘着这强劲的风飞上蓝天 树洞里 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注视着老大的身影 期待着他成功踏出这一步 但不久之后 老大又再次飞回了树洞顶部 尽管是短距离的是飞 却让树洞里的兄弟姐妹很兴奋 当夜幕降临时 挤在树洞里睡觉的红笋只剩五只 等到天一亮 他们迫不及待地来到洞口 第二只红笋起飞了 他也在巢穴附近安顿下来 不到一个小时 第三只红笋也飞离了巢穴 降落在了巢穴附近 真的是太棒了 看着小红笋们勇敢地离开了巢穴 但他们并没有直接离开自己的家飞向远方 而是在巢穴附近徘徊 不知道是有什么牵挂还是别的 几个小家伙都非常默契地聚集在一起 此鸟带回了食物 然后迅速地离开了 树洞内还有三只红笋 在黄昏时分 第四只红笋也飞离了巢穴 夜晚的巢穴里只剩下最后的两只红笋 他们相互鼓励 也打算明天离开巢穴 太阳升起来了 飞走了的红笋又回来拜访 仿佛是在给自己的弟弟妹妹们加油打气 告诉他们飞行其实并不难 只要勇敢地踏出第一步 就可以像母亲那样在蓝天上遨游了 没过多久 第五只红笋也起飞了 很快 最后一只红笋也跟上了兄弟姐妹的步伐 短短三天里 六只红笋都已经长大了 两个月来 树洞巢穴第一次空空如也 第二天 红笋们降落在了巢穴附近 他们已经很好地掌握了飞行 接下来 他们将学习自己捕猎 但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好消息是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小家伙们的妈妈将继续为他们提供食物 而且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即使现在他们的外观已经和成年红笋没有什么两样 但每当他们的父母带着食物出现时 你就会发现这些小家伙还没有真正地长大 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我们见证了小红笋们的成长 未来的路注定充满坎坷 虽然也会因此而受伤 但终究还是不能轻易放弃 生活就是这样 永远都是问题叠着问题 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变得更加坚韧 也变得更加强大 只有这样 在未来遇到的一切艰难险阻 都不会将我们打趴下 小爱一直都很喜欢一句话 那就是真正厉害的人 是那些看透了这个世界 却还依然爱着这个世界的人 最后让我们祝福这些可爱的小红笋们 希望他们能在未来的道路上一帆风顺 不会被困难打倒 成为超越自己父母的存在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不要忘记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